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非常热的一档电视节目叫做爸爸去哪儿 这档节目呢可以说是收到了这个口碑和收视的一路飙升和一路好评 但是呢也有人说哎呀这个节目呢会不会有一些质疑在作假到底是什么呢 关注一下 台播两周收获零差评的明星亲子真一秀节目爸爸去哪儿一直宣称 参与节目的五位父子或父女完全是在离开妈妈的72小时内完成拍摄的 然而近期当五位新爸带着孩子到云南文山录制第五六期节目时 却被探班的媒体记者发现明星爸爸们并不是一个人带着孩子前往拍摄地 林志颖天生有一名外国人据工作人员透露她是Kimi的语言老师 而此次拍摄不放心孩子的叶依倩则一直陪老公孩子到了县城 在明星的绥静人员里还有保姆 助理 化妆师 摄影师等跟随 你不方便跟你说什么 我所知道的反正就是都在小子里了 那时间就三天 那我们都都站在十米开外能永远看着 我没有带有任何主观的东西去说这个事情 我全是客观地呈现的 虽然当时记者不愿多做解释 但由他撰写的关于爸爸去哪儿的报道却被大量的转载 节目组也因此被指有造假的嫌疑 对此陪同女儿去拍摄地的叶依倩也在微博上做出解释 我并不是不放心 而是因为田亮在福建拍戏 没有办法到北京牵女儿去云南 节目组为了孩子的安全 破例同意由我带女儿去母弟弟和爸爸配合 一下了飞机我就被安排到其他地方 不允许靠近设置组以免影响拍摄 他没办法走 因为拍摄完两天之后 他还得把孩子带回到北京 因为他在县城 他会比如说晚上或者什么时候 偷偷过去看孩子什么吗 不会 我们都非常尊重那个规则 这一次要不是栏目组 就是这样安排的话 叶依倩也不会到现场去 按照叶依倩的经纪人所说 叶依倩只是送女儿森丽与父亲田亮会合 节目拍摄的72小时里 父亲和孩子是在距离门山市区一个半小时的扑着黑村 而包括妈妈在内的各种随行人员也都在门山市区等待 因为所有明星家庭的陪同人员都是不能进村的 从节目的角度来讲 我们不希望孩子因为妈妈的存在而产生依赖性 一两真人秀节目失去了真实性 从节目设置上来讲 我们也不希望经纪人这样的角色参与其中 其实我个人倒是觉得 不管有没有这个随行人员 节目带给我们的感情是非常真挚的 我们收到了快乐和对于童年的那种回响 我觉得就够了 好 谢谢 Matt